現在有18名病人去了聖德勒殺醫院 當然在醫管局和私家醫院 去商討病人的安排的時候 其實都有它的準則 病人是需要同意去的 所以都是用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這也是其中一個措施 就是一個輔助的措施 醫管局也有做其他的措施 例如積極增加一些兼職的人手 大家都知道有私家醫生 有二十多個在香港醫學會 也給了一些名字是醫管局 而衛生署也有十二個醫生 都希望可以幫忙 我想這些都是重要的 即是說一方面有一些可以去私家醫院 但另一方面在醫管局內部 其實他們都是調配資源 去令到舒緩 尤其是內科病房的一些工作 我會掌握 所以我都找了 今天我會看 我會看 醫療 這個醫療 你會看 en bed 區醫療 你會看醫療 你會看醫療